招募人员挖苦的向他们解释 是挖苦 如果不是真实的话 斯大林已经抛弃了你们 斯大林没把你们当回事 在他们把自己置身于苏联法律之外以前 苏联法律就已经把他们置于自己保护之外了 于是他们就报了名 有一些只是为了从死亡营里脱身出来 另一些打算投奔游击队 然而也有人是由于可耻的四一年 以及多年吹嘘之后所遭到的惊人失败引起的不满 总也有人是由于认为 使他们落入这些非人集中营的头号罪人是斯大林 于是他们也想显示一下自己 显示一下自己威严的经验 他们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也想影响他的未来 而不愿作为别人错误的玩物 弗拉索夫分子这个词在我们这里听起来就如同脏东西一样 好像我们光发出这些声音来就会弄脏嘴巴 因此谁也不敢说出两三句以弗拉索夫分子为主次的话来 但历史不是这样写法的 现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 他们的大多数人已经在劳改营中死去 幸存下来的也都在极北地区度过残年 我想利用这几页书提起人们注意 对于世界历史来说 这个现象是相当空前的 几十万二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 与祖国的最凶恶的敌人 结成联盟 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祖国 这也许应当思考思考 谁的过错更多 是这些青年或者是白头发的祖国 用生物学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的 一定有社会原因 因为正像一则老言语所说 草里有饲料 马不会找石 请设想这幅图景 一片原野 一些无人照料的饥饿的发疯的马 在那里东奔西跑的找石吃 那年春天 蹲在监视里的还有许多俄国流亡分子 这几乎像是在做梦 已结束的历史的复返 国内战争的史卷早已写完了 和尚了 他的问题已经解决 他的事件已列入教科书的年表 白党运动的活动家们 已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同时代人 而是已经消失的往事的幻影 俄国的流亡分子比以色列人的支脉分散得更加零碎 在我们苏联的观念中 如果他们还在什么地方苟延残喘 那就是在下等饭馆里当洋情鬼 当仆役 洗衣服 乞丐 马斐埃和可卡因埃患者 成为炎炎待毙的活师 1941年战争爆发前 从我们的报纸 高级文艺作品 艺术评论中 找不出任何提示 能使我们构成以下的概念 即国外桥俄 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世界 在那里发展着俄国哲学 那里有布尔加科夫 比尔加耶夫 弗兰克 罗斯奇 俄国的艺术 是世界着了迷 那里有拉赫玛尼诺夫 夏里亚宾 布努瓦 加吉列夫 巴弗罗瓦 有扎罗夫的哥萨克合唱团 那里对托斯托耶夫斯基 进行着深刻的研究 同时期 他在国内是挨骂的 存在着一个前无古人的作家 纳伯科夫西林 布宁还活着 并在这二十年内也有所创作 出版着文艺杂志 上演着戏剧 召开同乡会 在那里用俄语发表演说 南俄桥还没有失去 娶女俄桥为妻的能力 而女俄桥也仍有生儿育女 即生育我们的同龄人的能力 我们国内形成的关于 流亡分子的观念 谬误到如此程度 如果举行一次群众测验 流亡分子在西班牙战争中 是支持谁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是支持谁的 大家都会一口气地回答 支持弗朗格 支持希特勒 在我们国家里到现在也还不知道 站在共和派一边作战的 白俄流亡分子要多得多 弗拉索夫的各师 和逢帕尼维茨的哥萨克兵团 是由苏联公民组成的 而根本不是由流亡分子组成的 他们没有去投靠希特勒 因此站在希特勒方面的 美列日科夫斯基和吉里乌斯 在他们中间是孤立的 有一件事又是笑话又并非笑话 邓尼金曾急切地要去为苏联打希特勒 而斯大林一度差点准备把他弄回国来 在法国占领时期 大部俄国侨民 有年老的有年轻的 参加了抵抗运动 巴黎解放后 他们蜂拥到苏联大使馆 申请返回祖国 不管是什么样的俄罗斯 但它是俄罗斯 这就是他们的口号 而他们也正是这样来证明 从前说热爱他并不是撒谎 但是按照斯大林的逻辑 任何一个在国外住过的苏联人 都应当关进劳改营 这些流亡分子 怎能避免这种命运呢 在巴尔干 在中欧 在哈尔滨 苏联军队一到 立刻逮捕他们 从浴所里抓 从街上抓 像抓国内的人一样 暂时只抓男人 而且暂时还不是所有的男人 只是那些 有过政治表现的人 在法国 先是把他们接纳为苏联公民 举行隆重仪式 献花 接着条件舒适的送回祖国 到达之后 才动手把他们 胡搂进去 在处理上海的俄桥方面 时间拖得久些 在四五年 手还伸不到哪去 但苏联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到那里 宣夺了最高苏联主席团的法令 宽恕一切流亡分子 是啊 怎能不相信呢 政府总不能说瞎话吧 上海的俄桥高兴得不得了 答应他们的条件是 想带多少东西 就带多少东西 想带什么 就带什么 在苏联 想住哪里 就住哪里 工作当然是完全按自己的专业 从上海 把他们装上了轮船 轮船的命运就已经是各不相同了 有的轮船上不知为什么 完全不共伙食 从纳霍德卡港下船以后的命运 也是各不相同 几乎把所有人都装上了货运列车 像犯人一样 只是还没有严格的压解队和警权 有的给运到适于居住的地方 运到城市 真的让他们在那里住了两三年 另一些用列车直接送到老改营 在外福尔加地区的森林里的什么地方 把他们卸下来 搬着白色大钢琴和花篮 走下高峻的陆基鞋地 从48到49年 那些幸存的远东龟桥 一股脑被关了进去 当我还是九岁的孩子的时候 对于读当时在我国书庭里随便买的 逼逼书利金的蓝皮小书的兴趣 超过读如勒凡尔纳 这是从那个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的世界来的声音 因而就是用最奇妙的想象力也不能推测到 过了还不到二十年 作者和我的脚步会以看不见的虚线 在大卢宾卡的无声走廊里交叉起来 诚然 我同他本人相遇 不是在当时 而是在过二十年以后 但四五年春天 我有时间仔细观察许多年老的和年轻的流亡分子 我同博尔西骑兵大卫和马里尤士金上校 一起做过体格检查 他们猪八八的暗黄色的赤裸身体的惨像 永远留在我的眼前 那已经不是活人的肉体 而是两具干尸 他们是在快进棺材时被捕的 从几千公里以外 把他们压到莫斯科 这里在一九四五年 以最郑重其事的方式 对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反苏维埃政权活动进行了侦查 侦查和审判方面的不合理现象成堆 我们对这些已经看得很习惯了 以致不再去区别他们的等级 这个骑兵大卫和这个上校 是沙俄军队的机干军人 当电报传来消息 说彼得格勒皇帝已被推翻的时候 他们两人的年纪都已四十开外 他们在效忠沙皇的誓言下 在军队里已经服务了二十年 现在硬着头皮 又向临时政府宣了誓 此外没有旁人要求 他们向别的什么方面宣誓效忠 因为军队都瓦解了 他们不喜欢当时那种斯坚章杀军官的秩序 他们自然要同其他军官联合起来 反对这种秩序而战斗 而红军自然也就要和他们打 并把他们赶到海里 但是在法律思想 即使有些萌芽的国家里 有什么理由去审判他们 何况还是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 然而在1945年 在我们的司法中心 我们被控犯有 以颠覆工农苏菲亚政权为目的的行为 武装侵入苏菲亚领土 帮助国际资产阶级 在各种反革命政府任职 第58条的所有这些分条 都是属于1926年 借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六七年 才通过了刑法典的内容 此外 法典第二条指明 它只适用于在苏俄领土上 拘捕的公民 但是国家安全机关的铁手 从欧亚所有国家里 把十足的非公民 一个个的揪了出来 关于十效 我们就更不用说了 关于十效 有一条灵活的规定 既它不适用于第58条 十效只适用于那些消灭本国同胞 比整个国内战争所消灭的 多出许多倍的 自己家里培养的柜子手 马里尤什金 对过去的事情 总算还记得清楚 关于从诺西罗斯克撤退的详细情况 还能说得出来 但博尔西好像又返回了童年 他天真的嘟囔着说 他怎么在鲁宾卡庆祝了复活节 复活节前整整两星期 他只吃半份口粮 把另一半留下来 逐渐用新鲜的捣唤发应的 就这样 为了开斋 他积蓄了七份口粮 于是复活节 他就大吃了三天 今天对他们起诉和审判 丝毫不证明 以往他们有什么罪行 这仅是苏菲埃国家的复仇行为 为了他们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 曾反抗过共产党 尽管从那时以来 他们一直度着有加难归的流亡者的坎坷生涯 康斯坦丁 康斯坦丁挪威奇雅歇维奇上校 不同于这些流亡分子中的 瘦瘦无测的木乃伊 对于他来说 国内战争结束后 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 显然并没有结束 他通过什么进行斗争 在何处如何进行 他没有讲给我们听 但是好像在监视里 他仍有继续战斗的感觉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脑子里 概念混乱 视线模糊而歪曲 而他对周围的事物 却显然有清楚明朗的观念 由于具有明确的生活立场 他的身体也经常保持着健壮 弹性活力 他的年纪已在六十以上 脑袋完全凸了 不剩下一根头发 他熬过了侦查 当然从哪里都得不到帮助 却保持着年轻的 甚至红润的皮肤 在全监视中 指他一个人做早操 在水龙头下 冲冷水 当板铺间空出一条走道时 他就抓紧时间 在这五六米的地方 用板正的步伐 板正的身姿 来回走步 手交叉在胸前 明亮而年轻的眼光 好像透过墙壁 看到了狱外 我们大家都为我们所遭遇的事情 感到吃惊 他却觉得 周围发生的事情 全在意料之中 正因如此 他在监视中 是完全孤独的 我一年后 才理解了 他在监狱中的行为 我又回到了布迪尔卡 在七十个监视之中的一间里 我遇见了 雅歇维奇的 一些年轻的同案犯 他们都已判了十年和十五年 在一张烟卷纸上 印着他们整个集团的判决 不知何故 却落到他们手中 名单上的第一名 就是雅歇维奇 给他的判决是 枪决 原来 他从桌子到门之间 来回夺步时 用那没有衰老的眼光 透过墙壁所看到的 所遇见到的 是这个呀 但是终于生活道路的 毫不后悔的意识 给了他 以不同寻常的力量 在流亡分子中间 也有我的一个同龄人 伊格尔·塔朗克 我同他交上了朋友 两人都是衰弱的 干枯的 灰黄色的皮肤 包着骨头 两个人都是竖长条 在布迪尔卡放风的院子里 一阵下风吹来 就会摇晃 我们老是在一起 迈着老年人的小心步子 谈论我们生活的对比 我与他在同一年 生于俄国的南方 当我们两人 还在吃奶的时候 命运之神 就从他破旧的袋子中 掏出了一根短骨草 塞给了我 而我给了他一根长的 于是他的小圆球 就滚到了海边 虽然他的白位分子父亲 只是一个普通的 贫穷的暴物员 通过他的生活 设想一下 在国外的我 这一代同胞的情况 使我感到强烈的兴趣 尽管家庭输入颇为有限 甚至十分拮据 他们仍是在 良好的家庭督导下长大的 他们都受到完美的教育 并尽可能地得到深造的机会 他们是在 不知道恐惧和镇压的环境中成长的 虽然在他们还没有壮大以前 各种白党组织的 某种权威的压力 已经悬在他们的头上 他们长大了 但没有染上那些 笼罩整个欧洲青年的 时代恶习 犯罪率高 生活态度轻率 无所用心 放荡 这是因为他们 好似在家庭的不可磨灭的 不幸的阴影下 长大的 他们生长在 不同国家 但是都把俄国 当作是自己唯一的祖国 他们的精神教育 来自俄国文学 由于他们的祖国 仅止于文学 文学的背后并不存在第一性的实体的祖国 因而更受他们真爱 他们接触的现代出版物比我们广泛的多 内容充实的多 而偏偏苏联的出版物 他们见到的很少 他们对这个缺陷感觉的最尖锐 他们以为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他们才不能理解 关于苏维埃俄国的 主要的 最崇高 最美好的东西 而他们所获知的 都是歪曲 谎言 不安全 关于我们真实的生活 他们只有最贫乏的概念 但怀念祖国之情 是那么深切 如果在1941年 对他们发出一声召唤 他们便会纷纷加入红军 甚至会感到要去死亡 要比活下来更为甜蜜 这批在25岁到27岁的青年 已经有了并坚持了某些 与年老将军和政治家们的意见 不相符合的观点 例如伊格尔的小组是非欲绝派 他们宣称 没有与祖国分担过以往几十年的 全部复杂重负的人 对于俄国的前途 便没有任何决定权 甚至没有提出任何建议的权利 只能前去为人民所决定的东西贡献力量 我们一起在板铺上 躺过了许多时间 我尽可能地理解了他的世界 这个会见向我揭示了一个观念 即内战时期 相当大一部分精神力量的外流 从我国带走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分支 而每一个真正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人 都将力求是这两个分支 本国的和国外的重新结合起来 只有那时它才是完全的 只有那时它才显示出健康 对于俄罗斯文化的重新结合起来